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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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他又偷偷去见海棠了 我也不知道 估计是海棠离开了工坊 月轩还得闹情绪吧 他又怎么了 其实也没什么 他就是跟工人发了几句脾气 可以理解 东方香水出了这么大一个窟窿 他都不知道想办法解决 倒还有心思跑去工坊发脾气 娘 娘 这不是由我呢吗 月轩最近真是越来越不懂事 你爹因为这事已经病倒了 这个家早晚有一天要靠你跟月轩顶上去 这次的事情你要好好干 让你爹看到你的能力 我知道了 娘我会好好处理的 月轩回来了 娘 妈 赶紧坐吧 陪娘一块吃饭 我呢 也吃饱了 我先回房了 你们慢慢吃 怎么 海棠走了 是不是把你的魂也勾走了 你和月明老大不小的人了 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 跑到工坊里丢人现眼 害不害臊啊 工坊的工作流程出了点问题 我看不下去随便说了一句 这怎么能跟海棠撤到一块呢 你爹那么大岁数 你和月明什么时候才能立誓 帮你爹分担分担 你看他天天那么辛苦 你不心疼的吗 他都这个岁数的人了 早该在家安享天伦之乐了 为了一个海棠 影响你们兄弟的关系不说 东方香水还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你不是想急死我们吗 好 娘 您说得对 我都记心里了 只要您别生气 您说什么是什么 你别在我这儿 跟我油嘴滑舌嬉皮笑脸 我把话说在前头 远离那个海棠 听见没有 娘 您怎么就跟海棠过不去呢 娘 你和大哥 非把娘气出个好歹来不可 怎么还把脾气发到工房去了 家丑不可外扬啊 我哥都说了 不然娘干嘛这么生气啊 月轩 你还是收敛一点 尤其是海棠这件事 娘现在很厌烦她 你快吃吧 我去看看娘 我去看看娘 里边下 安婷 瞧你这心神不宁啊 怎么一点惊奇神都没有 跟她晃悠什么呢 我没晃悠 爹 这不来店铺上班了吗 爹 爹 我想问您个问题 问完您别骂我 朗家这次的事 跟您没关系吧 当然没有了 那咱们家什么时候开始生产香水了 就因为他们朗家的香水滞销 我才立刻让咱们工坊 制造了一批 独家秘制的香水出来 这才受到大众的追捧 进而垄断了整个市场 这就是生意啊 又学会了多少了 不搭边就好 要不然真没法在月轩面前做人了 在嘀咕什么呢 没有 爹 我是说呀 这个生意不生意的 我是永远追不上爹你这个脑子 爹 我看您今天心情不错 我还能再问您个问题吗 问吧 这 早些年 您是和朗家有过节吗 有 有 爹 可是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那个 施加的第一桶金 还是拜昆杨第一研制大户 朗家所赐的 这个世上 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相助 或许 他们朗家资助我发家 是他们的心中有愧呢 朗家是有事亏欠咱们家吗 我们也曾经想达成 两家互不相欠 但是难哪 我并没有反对 你跟朗月轩交往 但是你给我记清楚 家永远比朋友重要 利益永远要比义气重要 虽然说呢 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但是我毕竟把你养了这么大了 不要成天到晚地 静在外头干一些吃里扒外的事 来气我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背着我在外头 帮着朗月轩 找买家的事 再有下一次 我绝不侵扰你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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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记住啊 狮狼两家 永远都不可能共存的 所以你要给我做的事啊 就是帮我打败他们 帮我打败的事啊 梵贞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我找你有急事 进来说吧 不了 我有个朋友托我打听你 他有个亲戚要结婚了 想请你过去帮新人化化妆 打扮打扮 钱挺多的 真的 他们是大户人家 想把婚礼办得体体面面的 只要满意 钱不是问题 凡贞 谢谢你 什么事都想着我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 跟何况 人家是真的想请你帮忙 那如果这事成了 赏钱再来一人一半 你说什么呢 你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而且你也没少帮我的忙啊 反正 谢谢你 咱姐俩就别假客气了 我知道 你现在挺难的 咱们一起相互帮衬着 渡过难关 而且 你手艺那么好 我不相信 在昆阳还混不出个名堂来 我还等着和你一起 扬眉吐气呢 全昆阳啊 最看得起我的人 应该就是你了 好 就凭你这句话 我一定要把这个活拿下来 那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 拜拜 拜拜 海棠 加油 加油 美丽的小姐 我能和你约个会吗 今天不行 我还有事呢 看在我等了你半个小时的份上 你就答应我吧 找我有急事啊 你猜对了 好事 我想让你回工房 我说过 我不打算回去了 你听我说完嘛 我哥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案 东方香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所以现在 我正式邀请你跟我回工房 老女是否需要你 月轩 咱们两个的角度不一样 你站得高 你看到的东西 我看不到 我在乎的东西 可能你不在意 我说过 既然我出来了 就不打算回去 请你尊重我的选择 请你尊重我的选择 我不勉强你 那你选我做什么了吗 还没有 哎呀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今天真有事 去哪儿我送你 不用了 哎走 月轩 走了 你们到底是行家呀 手上东西真是齐全 那可不 我们海棠的手艺 权贯羊都找不出第二个呢 谢谢你给我介绍这么好的师傅 我非常满意 他呀 让我随便地画 大胆地画 因为你本来就已经很美了 而且 他说无论我把你画成什么样子 在他心里 你都是最美的 其实啊 每个人 在别人看来 都是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 是在你心爱的那个人眼里 你是最美的 这就够了 月轩 你怎么还在这儿 等你啊 你今天不忙啊 我这不是想多点时间陪陪你吗 你俩先甜蜜吧 我走了啊 对了 海棠姐 我有个想法 正好月轩少爷也在这儿 还能帮着出个主意 什么想法 你看啊 你的化妆技术这么好 而且又有给人教学的天赋 那为什么不开个美容学校呢 美容学校 你可真看得起我 刚刚你给那对新人化妆的时候 我就在一旁看着 你把化妆的过程 从头到尾 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一清二楚 那整个困扬也没有一所 能教人打扮变美丽的学校 行不行 你考虑一下 你别说 我觉得凡尘说得有道理 真的 而且 你不是一直想把你的手艺传说给别人吗 可是自己有手艺 和能不能教会别人 这是两回事 你事都没事 你怎么知道是两回事啊 而且我真的觉得 开办一个这样的学堂 真的是一个前无古人歌功颂德的大善事 不对啊 怎么说着说着还帮你劝上了 凡真 我告诉你啊 你这可是当着老板的面挖墙角 我才没有呢 我又不是工房的人了 反正开薛堂呢 肯定是有一定风险的 回工房一定会更稳妥一些 没事 不着急 这事你也再想想 上车 那我先走了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海棠 我觉得凡真刚才说的有道理 如果你暂时不想回工房的话 那就先试试别的事做 你说呢 而且我 原来你们俩在一块呢 怎么了月明 找我有事啊 我又在这不方便说 那我就先走 海棠 我等你的信 记着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月轩 你不用回避 可能我们俩说的都是一件事情 海棠 今天我来呢 就是想问问你 离开工房之后 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给予你 权力的支持跟帮助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帮助吧 你的能力呢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想跟你合作 你出技术 我全力支持你 我猜 工房那边 你应该也不想回去了 所以 我们可以开展一下别的项目 海棠 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决定跟我一起合作 是吗 但是我现在还在想 我到底是不是当老师的料 你们打算办学啊 你也觉得不太可能吧 不是 我觉得 这个再适合不过你了 你想啊 一来 可以把你的技术传授给别人 再者呢 就从中可以物色出 更多化妆的人才 你们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 我叫化妆 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学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跟月轩会全力支持你的 是吧 月轩 当然 那 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那 我先回去了 好 别开车吧 我送你 月轩啊 有一点我特别地服你 追女孩子 你永远先人一步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替你高兴 老爷 吃药吧 我都好得差不多了 不喝了 你要是不喝 哪能有现在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也吃一个这个吧 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喝药还得人哄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两个好像都没对对方笑过了 似乎只有你病了 我才能有机会 这么近距离地跟你说说话 你都老夫老妻了 你提这些事情干什么呀 就是因为跟你过了大半辈子 我才有这样的感慨 最近我经常担心 你要是病倒了 我该怎么办 我还能指望谁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对了 我听全叔说 月明把这次东方香水的事情 顺利解决了是吗 没想到我们的儿子这么优秀 是啊 月轩呢 不着调 天天往外跑呢 我劝你啊 是时候放开手了 不要凡事都亲力亲为 你啊 早就过了拼命的岁数了 以后有什么事 你就放心地让他俩去做 不然要这两个儿子有什么用 我又何尝不想呢 月轩的心太善 无论什么事 都为别人着想 做买卖的时候 不下点狠心是不行的 月明啊 心眼太小 心思太重 凡事都往坏里想 太压抑 你怎么会这么想月明 这次东方香水的事情 他处理得很好 工坊上下个个都很服他 相反月轩我倒是很担心 现在这个孩子 心思全在顾海棠身上 这次的事情 他多多少少有责任 要我看啊 你还是多重用月明 让他多锻炼锻炼吧 行啊 我向来赏罚分明的 月明这次事情有功 我都看在眼里 不会没说法的 再说月明心思重 想得周全 心思缜密 这不随你吗 我只是怕有时候 他走的路子 不是往正地方下功夫 我看月明 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 你就是对他不放心 都是我自己的儿子 我能有什么偏见啊 这要问你呀 你心里是不是 偏向月轩多一点 我不是不想放手给月明 只是经过这几次事情 我才发现 无论是他还是月轩 都没有办法 将朗家所有的事情 都扛起来 慎重 还是要慎重 你看你呀 就这么个操心法 你这身体 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别啰嗦了 你出去吧 那我先出去了 记得把药都喝了 知道了 我先出去了 月轩 哥 这么晚了 你上哪儿去啊 我睡不着 出去溜达溜达 出去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 你穿得这么光鲜夺目的 干什么呀 你还学会打马虎眼了是吧 这不娘睡着了吗 出去一趟 不是我说你啊 最近啊 你少往人家海棠那边跑 爹娘还生着气呢 我不是去海棠那儿 我就出去溜达溜达 行了你别管了哥 早点睡啊 老少 老少 您来了 您请 哎呀 这不是朗少吗 好久不见了啊 你真是好久没来了 对啊 是不是把人家给忘了呀 人家好想你嘛 你这么久没来 是不是去忙事业了 所以才没时间来看我们呀 是吗 朗少 男人嘛 不能总那么辛苦 有时间 也应该放松放松的嘛 是不是啊 姐妹们 对对对对 是啊 你们说的都对 所以今天呢 我也累了 今天的酒全部由我来买袋 走 喝酒见 岳明 海棠 你要出去啊 你找我有事 我刚好在附近办事 所以就顺道过来看看你 边走边说吧 好 海棠 办学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也在犹豫呢 现在场地生源都是问题 最关键的 我是怕我自己经验不足 教不好学生 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海棠啊 自信美丽大方 才是你留给人的第一印象 月明 你什么时候变得跟月轩一样 回说话了 说起月轩啊 我觉得 你真的应该好好管管她 什么意思 昨天她回来之后呢 偷偷摸摸又跑了出去 到叶总会玩得很晚才回来 这些天呢 她要不是在你这儿 就是跑叶总会 工房的事情根本就不伤心 是不是因为她压力太大了 所以才没有样的 希望是这样吧 反正你看到她 好好说说她吧 至少让她收敛一点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来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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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棠的秉性不坏 知我清楚 我也不反对你们正常交往 可是海棠以前是咱们的家人 虽然他和月明已经断绝了关系 但是传出去毕竟不好听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爹 您印象多少很开明的人 小时候您也一直告诉我 男人 要不顾一切地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难道我就不应该坚持吗 月轩 我最近对你很失望 你把劲都使在海棠的身上 你的事业现在哪儿呢 爹 我跟海棠在一起 也是在筹谋朗里春的发展 筹谋朗里春的发展 你是找机会跟海棠接触吧 你自己那点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东方香水要不是你哥 我看你怎么收拾这个懒贪子 爹 首先 我哥比我厉害 您应该高兴才对 而且我也觉得 现在我哥确实比我更适合管理工房 如果您能把工房的事情交给他 那他一定会更有自信的 至于海棠 我们两个 也一定会有所成就 让大家刮目相看 海棠海棠 海棠海棠 真不知道这个女子 对你们兄弟俩来说 是福还是活 不 当然是福了爹 我也希望是 将海棠赶出了工房 还是断不了他跟月轩的情 反而看着他们越走越近 我能坐得住吗 是啊 也不知道这个海棠 到底给月轩灌了什么密婚堂 总之我绝不允许他再踏进朗家大门 娘 我在书上看到过 顾海棠的面相 就是桃花命 就怕 他是月轩和月明命中的结 事或躲不过 你继续帮我盯着月轩和海棠 你最近表现很不错 这样娘才会放心把家事交给你打理 我知道 对了 最近莫化没有来我们府上 你帮我打个电话给他 让他来家里一趟 说我有事找他 好 那个 什么 老少 咱先不喝不喝啊 那个 你难得约我出来一回 肯定是有什么有苦难言的事 你了解我这个人就一个优点 嘴炎 你把那些苦水都吐出来 进行都吐出来 别憋着 憋着他上火 起包 玩命啊这是 慢慢点喝 我追追追追追你一个 顾海棠是我最爱的女人 但是因为海棠 我跟我哥之间 不自觉就疏远了 月轩 你听我说啊 你跟月明是兄弟 但毕竟是情敌啊 背对背了 面朝面热 这自古以来 有多少人 因为跟女人反目成仇啊 在爱情面前 什么这友情啊 甚至到亲情啊 还还还不接这些牛肉之情 我想到了 可是我做不到 我不能因为 我不能因为一些别的事情 我就放弃海棠 我放不下它 对吧 你 你 你看 你看 想要江山 又想要美人 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这道理很明显 你放屁 你猜熊掌呢 胖子 我心里难受 是因为我总有一种 总有一种 众叛亲离的感觉 你说我这算众叛亲离吗 不不不 这这不是不是 月轩 我呀 有些话我也想了很久 我还是得劝劝你 我不想停 你必须停 我是旁观者 我旁 旁观者清 只是按理说呀 这是你们家的事 我不应该堕碎 但是但是你不能把所有人 都都都想得那么简单 你和月明是兄弟 但我觉得啊 月明他变了 你接着说 说完了 说 说完了 不是 那你说的这什么意思 我没听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 熊儿鸡蛋好吃 这鸡蛋特嫩 嫩 你小子也学会跟我说话 说一半了是不是 咱们是哥们 我什么跟你说一半啊 我有什么话都口无遮拦 你这是这样吧 你这样 我跟你说啊 这个 这件事的重点呀 在于 因为海棠 你得罪了月明 你也是我猜的 我告诉你啊胖子 咱俩虽然是哥们 但你别背着说我哥坏话 听见没有 我 不不不不不不说了不说了 喝酒喝酒 不想这事了 都过去了过去了 尝尝这鸡蛋 脱嫩嫩的不行 尝尝那生蚝什么的 都不及这鸡蛋 好 您看谁来了 太太 莫华 好多日子没看见你了 我早就应该来看您了 来 你看 莫华 你身材又好 皮肤又白 回头我让师傅 做几件旗袍给你 谢谢太太 妙兰 你先回去睡吧 我跟莫华聊聊 是 坐 莫华 咱们娘俩 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我这次叫你来 有事想跟你商量 您说吧 其实呢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们做长辈的 本不该多掺和 但我两个儿子 脾气一个比一个倔 我想你帮我 劝劝他们两个 跟那个顾海棠断绝来往 太太 这个事 我是真的不知道 从何下手 他们两兄弟跟海棠 关系那么好 我要是在中间挑拨 他俩还不得恨死我啊 怎么是挑拨呢 我是打心眼的 不喜欢顾海棠那个姑娘 那两个小子 就是不争气 不知怎么就着了他的道 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 我 我也想 可是 其实我之前 一直有心撮合你跟月明 但后来我发现 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你的心思 我是知道的 我们两个说悄悄话 你还不好意思上了 别不好意思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太太 我是真的喜欢月轩 可是月轩她看不上我 这么久以来 我为她付出的已经有那么多了 她根本就看不到 可能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吧 我越是追她 就把她推得越远 为了她 我和海棠的姐妹情分都断了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自己爱的男人 爱的却是自己的闺蜜 这样我觉得我自己真是太失败了 傻孩子 不是月轩看不上你 是她没那个福分 她已经被海棠迷惑住了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 就是海棠迷惑的她 木华 要我看 你比那个海棠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无论你选择谁 只要你能当我们朗家的儿媳妇 我是一百个乐意 我也是 莫华你别急 只要你初心不变 伯母帮你 可是 就月轩那个却脾气 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吧 月轩是吃软不吃硬 咱们得使巧劲 以后我会多帮你给月轩制造机会 谢谢太太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月轩 莫华我帮你 不对 应该说是你帮我们朗家 月轩被海棠迷了心窍 如果能让她改变心意 真是救了月轩了 来 你看看这布料 真好看 你喜欢 全部都送给你 真的吗 谢谢太太 哈哈哈